日本政府开始施运行核污染水排海设施 标志着日方冒天下之大部位 朝着单方面强行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又迈进了一步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关乎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 不是日方一家的私事 日方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 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 此举不负责任 不得人心 包装的方案掩盖不了转嫁风险的图谋 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规定的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等义务 排海不是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的唯一候选方案 也不是最安全最优化的处置手段 日方以经济成本为由选择向海洋排放 等同于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 口头承诺代替不了真实结果 日本迄今未能证明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无害 日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经70%处理后的核污染水 仍不达标 日方七位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和数据 方案设计代替不了工程实践 日方有关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成熟度 没有经过第三方的评价或认证 多次出现故障 日方排海将持续30年甚至更久 未来还将新产生大量的核污染水 日方无法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也未能拿出系统全面的环境接测方案 监测范围太小 点位太少 频率不足 难以及时发现核污染水超标排放等异常情况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忠实履行国际义务 停止强行推进排海计划 充分研究论证排海以外的处置方案 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国际监督 希望日方及时止步 不要造成覆水难收的局面